今天带大家看一部由逃离满天下的苍老师主演 讲述了一个丈夫离奇被杀 妻子卖身调查真相的故事 老国深夜剧《逃亡花》 小花是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妇 刚刚买菜回来的路上 看到了一个在雨天里不打伞的奇怪男人站在路边 回到家后发现丈夫竟然离奇死亡了 还没等小花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警察就突然出现 表示接到了丈夫的报案 声称杀害自己的正是小花 面对警察的质问 小花一脸懵逼 他想起了那个路边的可疑男子 立刻飞奔出去寻找 却已经不见了那人的踪影 当小花再次返回屋里时 发现刚刚的警察也被杀了 这时警察的支援到达 面对手持凶器的小花 不由分说地将他擒下 丈夫生前的电话录音中 确实喊着小花的名字 无论小花怎样解释 警方都不肯相信 就连委托的律师也劝他赶快认罪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 没有人相信小花只能靠自己 判决当天 小花在押送途中毫离追捕 并且溜进服装店内换装 临走的时候还顺了一把剪刀 用来防身 重获自由的小花并没有选择亡命天涯 而是只身回到法院 因为他回想起来 在听审团中 有一个眼镜男非常可疑 小花一路尾随眼镜男 在他即将坐车离开的时候 冲进车内 质问眼镜男 为什么杀害自己的老公 陷害自己 而眼镜男表示 自己只是一个打酱油的记者 想拿到独家报道而已 还热情地邀请小花去家中避难 小花记得那个奇怪男人的背后 有一个纹身 眼镜男为了取得小花的信任 当面脱下了衣服 还表示愿意帮助小花躲避追捕 小花终于放下戒心 但当小花上完厕所后 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卫生间内 眼镜男也毫不避讳地表示 有人出高架悬赏你的行踪 而且抓你的人马上就到 面对再次的困境 为丈夫报仇是小花唯一的信念 他谎称自己会跳窗离开 眼镜男听到落水声后 马上冲进去查看 却刚好落入了小花的圈套 小花用吹风机导电作为威胁 逼迫眼镜男说出事情的真相 眼镜男承认 自己确实是受真凶的委托 一直在跟踪小花 但真凶是谁 他也没有见过 就在这时 门铃响了 眼镜男前去开门的时候 再次听到屋内传来的落水声 同样的套路再次奏效 眼镜男立刻下楼拦截 而小花又一次化险为夷 小花找到了自己以前的雇主 黑婶 结婚前 小花一直在她家里做保姆 黑神表示 相信小花是无辜的 还给她一笔钱 让她去逃亡 临走的时候 黑神给了小花一个地址 让她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去找这个人 小花决定去做战阶女 一方面可以快速地赚到钱 另一方面也可以找到纹身男 第一个顾客马上就上门了 正当小花做服务的时候 突然觉得一阵恶心 女人的直觉告诉小花 她怀孕了 于是跟小胖表示 这单老娘不接了 小花朝窗外望去 认出了那个男人 正是一直追捕自己的警察 于是请求小胖 协助自己离开 在外面盯梢的警察老白 发现小花所在的大楼 火灾警报突然响起 并从后门顺利抓到了小胖 而小花却已经逃之夭夭了 小花按照黑神给的地址 找到了一家诊所 女医生告诉小花 她已经怀孕了 让小花考虑好 是否决定留这个孩子 画面一转 已经是一年多后 警方对小花的追捕还在继续 而且警员听说 最近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小姐 据说人美活好 还总喜欢看男人的后背 没错 这人正是小花 身边的姐妹们 也都很热心地 为她介绍更多的顾客 小花相信总有一天 她会找到那个雨夜里 身后有着纹身的男人 以上就是《逃亡花》 前三集的内容 作为一部漫改作品 删减了一些原著中的情节交代 但也使得剧情更加紧凑 当然也删除了大部分的情色描写 作为一名得意双心的人民艺术家 不得不说 苍老师的演技还是可圈可点的 其实看过苍老师早年片子的小伙伴们 应该也深有同感 当然铁大说的是穿着衣服的那种 无论是夏北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可爱片子 还是娘王中的夜场红牌 苍老师都诠释得非常到位 回到剧情部分 小花下水之后又会遇到哪些奇葩的顾客 寻求真相的过程又将如何展开 一直神神秘秘的纹身男究竟是谁 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阴谋 如果